台灣社會對鄭成功是有特殊的感情 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意義 在經歷清政府200年治理後的上個世紀 1920年时台湾克地以济世郑成功为主神的庙宇 多达48座 也就是说台湾式社会是以神格化的方式来遵从郑成功 将郑成功内化为两岸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到了1949年国民党因兵败东迁 以台湾为反攻大陆的根据地 这与郑成功以台湾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 两者出境是历史的重演 所以国民党大力推崇郑成功 但是因为立足于国民党的高度 从而流于八股教条化 使得他所叙述的历史 未能客观全面地反映郑成功的伟大 到了今天 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 台湾社会的国族认同异化 台独史官居然污蔑郑成功 屠杀和剥削原住民贫朴族 领导人还搞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的戏码 荒腔走板 他的目的就是借着妖魔化正成功 将占人口98.3%的汉人祖先 定性为加害者的不正义 否定汉人祖先移民台湾的正当性 并且使汉人对原住民心生原罪 建构其与原住民连结的台湾主体性 悄然无声地削弱 台湾社会对两岸血脉相连的历史认同 演唱会收剧荸 rans遥 新闻 识体验